小甜剧舞不好Cp感和耍流氓有什么区别? 从吴倩和张星成主演的上星剧《冰糖顿雪梨》 到《近江甜文》大IP改编的《全世界最好的你》 再到延续致我们系列风格的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一部剧自开播起 剧方、演员、粉丝看得无非都是抱抱抱 而让他抱的到底是什么? 正是男女主之间那股懵懂又聊播的化学反应 即我们所说的Cp感 它是可以拯救一部小甜剧的良药 甚至只要过猛够戳 说它是一记春药也不为过 今天趁着甜剧热播 甜甜顺带掏出《这我们》三部曲 分别是《这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这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和《这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一级Cp看气质入坑全靠性张力 演员自身的气质与Cp感之间有哪些联系 眼下小甜剧乃至娱乐圈 当红的小生大都是清新少年派 而相对应的 与他们搭配的也都是甜美少女戏 像《这我们》三部曲 背景设定都是校园青春 打一开始 他就格外强调 这种亦然亦爆的清新加甜美 绝对新鲜的演员 组绝对新鲜的Cp 首先可以被观众轻松带入 其次是一动一进的搭配 既符合当下课堂审美 也赋予了新人热Cp体质 这让他们能带观众入戏 享受人设和堂分齐飞的快感 小美好里 主角是幼儿园起 一同长大的青梅竹马 脑回路亲戚的软萌陈小夕 和沉默寡言的学霸江辰 女追男的暗恋故事 重点刻画了女生心目 中完美又高冷的她 高中时笑颜弯弯的表白 是青春年少的心照不宣 起早贪黑给喜欢的人送温暖 是青春年少的一往无前 小时光里 主角是大学相识的欢喜愿嫁 活泼又懂事的小女生司徒墨 和纯粹又正直的大男孩 顾卫义 男追女的恋爱历程 看的是暖男的完美人设在女生面前各种区别 有时心动只是因她回头望了那一眼 突然就觉得被世界选中了 然后便是温柔有礼的少年 情愫慢慢的累积和萌动 小美满礼 两人依旧相识于大学 对标成小西人设的周晓 依旧主打斗笔不失可爱 对标顾卫义人设的赵范周 依旧执着直求道追真爱 暗恋依旧男追女 心动依旧没原因 三部剧选脚门槛 更依旧遵从平均不低于2 5厘米的最萌身高差 这是响于无形中凸显清新与甜美间的差距 也是致我们系列为了拉CP感 抖的一记小机灵 此外 另一种对女性观众来说绝对加分的魅力 是源自少年的姓张力 所谓姓张力 绝不仅仅是一个苏字那么简单 她要展现风流而不下流的气质 也要蕴含名谋号尺皆留情 这会让异性自觉地被这样的荷尔蒙吸引过来 这我们三部曲透过各自的男主 展示着不同的姓张力 小美好里 江晨是明明看不上天天吵架 却总让人感觉在打情骂俏的宠溺感 小时光里 顾卫一是一个对望 都让人忍不住血脉喷张 原地开车的冲动性 前两部男主塑造的成功 说明了即便是默默无稳的小透明一旦 与姓张力捆绑成功 也能化腐朽为神奇 并且在这一环节中 江晨学一 顾卫一颗眼 两人皆有着满足女性特工制服控的白大褂设定 这正是为了强调少年性张力摆弄的另一道小心机 小美满里 男主赵范周继承了祖传白大褂 职业为法医 剧中一开篇借斋口罩绣颜值 借脱手套绣修长手指 这些想要展现赵范周魅力的小动作 透露着满满的设计感 而后频繁的偶遇合约犯 也是教着你我本无缘 全靠我努力的行话 难得月黑风告夜和周小在实验室有了第一次闪电带火花的碰撞 两人为了躲避学校保安的盘查 塞在角落不小心有了额头 二级CP品细节 预说还修最疗心 小田剧里 男女主有CP感不等于推 CP不等于炒CP 那么我们常见的成功CP都什么样 无外乎两种 一种是相似型 讲究门当户队 势均力敌 一种是户补型 强调反差萌 冲突笑点不断 但归根结底 不管CP类型是哪种 他们都是在预说还修的时候 最能引发吃瓜群众的兴趣 从笨拙的暗恋到眼波流转的暧昧 再到呼吸都在诉说我爱你 观众在每一个环节里 抠抠搜搜地寻找爱情诞生的证据及抠糖 可抠的糖越多 附加的CP感就会越浓烈 小时光里 离坑南顾未易会给肠胃炎的司徒墨买白米粥 担心偷吃油腻麻团的司徒墨被医生责怪 会帮他打掩护 司徒墨说想要皮 金 嘴上说你觉得我会有吗 转头就花重金在小妹妹那里买好看的皮金 交往的第一天 他发条微信都要整理M变措辞 明明对猫毛过敏 但为了拉近和司徒墨的距离 找了只小猫陪他玩 司徒墨给猫洗澡 听见声响误以为他被咬了 他立马冲进浴室把猫抱走 完全忘记自己过敏 对课堂一族而言 听到嗷嗷叫的爱情可以没那么旗鼓相当 但一定要像这般公寿分明 有时只要简单一个小举动 就能让原本干涩的场面朝着撩人方向转变 这个举动通常是多种多样的 但总结起来 就是我把心里那些小猫腻摆到了台面上 让观众时刻感受到 当闷骚与激情的反差 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就开始变得立体 相反的 当男主表现的 越冷漠 你会越想见到他对女生火热的那部分 看清冷禁欲 严谨刺持的学霸男孩 被拉下神坛 看月光小夜曲下 一段段良辰美景奈何天 这样的桥段 醉意滋养小田剧的CP感 想美好里 陈小夕喜欢江城明目张感 是那种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 而我在等你来喜欢我 他为了能和江城一起上学 每天都要骑很早等江城 为了送江城礼物 体育废柴也愿意苦练跨栏 参加比赛 在看江城喜欢陈小夕 又偏向内敛 他那句除了你 我谁都不要 始终埋在心底 当年陈小夕只顾一头热地围着他转 却不知这个男孩 一早就对好友说过 我想学医 也想留在他身边 陈小夕更不知道 江城就喜欢看他笑起来 眼睛有点水 汪汪 喜欢他头发乱糟糟时 会用手去理然后弄得更乱 喜欢他虽然八卦 但心地善良 还喜欢他虽然缠人 但是可而止 青春期里 这些暧昧的小细节 带来了细细碎碎的小甜蜜 让亲身经历过的观众 回望这些或甜蜜 或失望或纠结的情绪 使被感情 三级CP讨演技 角色认同显默契 一对CP能否擦出火花 据讲究演员气质是否搭调 也要看情节的设定 另外 CP感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东西 两人之间没有默契的话 再好看的皮囊也是无济于事 好比一个在南半球演小仙女 一个在北半球演杰克苏 就算有心相约赤道 也约不到一个点上 CP感说到底还是两个人的事情 他是两个主角 对人物配对关系的表现 既然是表现 就需要演员对剧情 台词情景等等有理解 然后用表演将他和对方之间 该有的情绪展现出来 没有真情史感的表演 一定很难产生CP感 而当双方吃透角色 即使剧情 人设有bug 演员表现也可以让观众 不过分注意到 像小时光的感情洞 因学霸里坑南一见钟情 就挺玛丽苏 但好在演员把斯图沫的阳光 和顾未易的木讷浓度调得刚好 既然唐克到了 观众便不会太计较这些雷点 人物之间有关CP感的默契 不仅仅是出于演员对角色的呈现能力 还出于他们互相调动戏剧潜能的意愿 在看小美满 你会发现主角好像总是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很美 他很帅 但我们俩不熟 CP感的大敌 这是这种过于旺盛的个人意识 它会让人着重于我看起来是怎么样的 而缺乏了对另一半的关注和互动 有意识的演技是默契的基础 当然也有特例 新人演员凭借本能 在小田区特定滤镜下会更易擦出CP感 因为越是青涩的反应 对青春的语境越是种 助力 怕就怕再轻也轻啊 抱也抱了内心没有认同这个角色 才会显得树立甚至做作 其实CP感这种东西 与其说它是玄学 更不如说是天赋 天赋强的人会像思眠杖而胭脂 即刻盛开到一塌糊涂 天赋弱的人 却是见怎样的好东西都滴水不入